歡迎收看星期一晚《哲學有計談》 我是節目主持人朱文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麼多集《哲學有計談》之後 對哲學家或哲學有什麼印象 可能很多人還會對哲學或哲學家有一個黑板印象 就是他們瘋狂 他們經常會問一些很抽象很古怪的問題 我想跟大家說你們是對的 這集我猜是《哲學有計談》這兩季以來 其中一集最艱深或者最抽象的一集 我們討論什麼呢 我們的主題就是時間觀念 這四個字我們平時都會說 你個人有沒有時間觀念 其實是說你守不守時 但我們今天想問的哲學問題 就是時間這件事究竟是什麼 我們時間的觀念應該怎樣設定 時間的本質是什麼等等 在討論這個這麼艱深的問題之前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要討論時間 要有些時間觀念才可以夠溫暖 對 沒有時間討論時間 我們很快地說一下今晚的陣容 有兩位大家好熟悉的拍檔主持 嚴肅和Samson 不用多介紹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一位嘉賓 就是中文大學哲學系的教授 張錦青教授張先生 張先生應該是其中一個專業或專場 就是時間哲學 我也很期待去學習 張先生剛剛上學期才開完一門課 對 經常坐著看完這張照片才上來 對 我不敢來 但我也不懂時間之後 所以我不懂時間之後 我來問問問題 吃花生 那大家… 你上聽收錢吃花生 沒有時間了 我們要討論時間哲學 究竟時間哲學是甚麼 或者我們問清楚 究竟想討論些甚麼 因為可能觀眾一般會以為 哲學通常問人生意義 問真相 至少時間好像比較抽象 比較遙遠 然後我們感受不到 為何會有一個哲學問題 哲學位在哪裏 是的 那或者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介紹一下給觀眾知道 時間哲學大概是做些甚麼 其實時間的問題 都是跟真相有關係的 那麼 奧古斯丁在他的名著 《懺悔錄》裏面曾經這樣說 他說時間是甚麼 沒有人問我的時候 我知道時間是甚麼 但是當我希望去解釋 給我的人聽 時間是甚麼時候 我就不知道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甚麼是時間 我們大家在我們的經驗裏面 我們都有時間這件事 但是我們是不太理解 甚麼是時間 所以整個問題可能 不是時間本身的問題 而是我們用甚麼概念 來掌握時間這件事 其實奧古斯丁 在他剛才說的那番話之後 他馬上就說 其實如果那些東西沒有流勢 就不會有時間 所以他就是從我們的經驗去出發 他發現原來時間和變化 時物的變化和東西的運動 是有關係的 正如在《論語紙刊》篇裏面 看到那些河流 那些流水 不斷地流走 是不捨就夜地流走 即是他是察覺到 原來那些事物是隨著時間的流勢 來到去變化的 東西是隨著時物的流勢 來到去運動的 所以就正如舉個例子 我昨天在這個時候 就在中大的圖書館裏面工作 我今天這個時候 我就上來自外有計談 明天這個時候 我就去了遊船航 其實這個是我的人生裏面的三件事件 我剛才就是用了一個時間的概念 來將這三件事件來排序 我們發現原來我現在此時此刻 坐在這裏 即是自外有計談的節目裏面 其實這個是曾經是將來的事 即是說 例如昨天我在中大圖書館裏面工作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就是當時的現在 但時間會走 走到今天這個時候 就變成現在才是現在 所以我現在坐在這裏做節目 其實曾經是將來的事 將來的事 將會成為過去 例如時間到明天的時候 這一刻就是過去 所以這裏就帶出了兩個課題 第一個課題就是 究竟時間和變化 特別是運動的關係 有什麼關係 奧古斯丁認為 如果沒有時間 就不會有運動 當然這個我們是很明白的 即是時間不動 那些人怎麼動呢 那些人有時間動 但奧古斯丁也認為 如果沒有了運動 就不會有時間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課題 我們可以去討論 即是說如果那個運動和時間 或者變化和時間的關係是怎樣 但這裏好像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知識論的問題 一個是本體論的問題 沒錯 如果知識論的問題 就是我們能不能夠 不透過變化來理解時間 還是我們必須要透過變化來理解時間 但如果本體論的問題 就是剛才所說 到底時間和變化 本質上 是兩個獨特存在的東西 還是其實它們是同一個東西 兩種的性質 就好像光機有particle 亦有wave的特性 可能有些東西 有些存在物 它又有時間又有變化的特性 所以我果然有兩層的問題 但我們會打算討論哪一個問題 但我想先搞清楚我們的主軸 以我所知 就是今集整個節目 我們主要分兩個大的 topic 而我們其實想說一件事 就是我們平時 我們可以有一些日常的生活入手 就是我們其實怎樣理解時間 就是我們用甚麼觀念 來理解時間出發 去看看我們的觀念 本身有沒有問題 合不合理 而我理解就是 頭兩節我們將會 進入第一個我們常常有的觀念 就是時間 我們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沒有所謂 離開事物的變化 來討論的時間 很多時候我們會有感覺 就是有所謂的時間 就有些東西有變化 如果這個世界裡的東西 不變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根本無法理解 甚麼為之時間 這個我們可以嘗試去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初步 第一個要討論的課題 就是這樣理解時間 是否合理 還有第二個課題 就是究竟時間會流逝 這個說法本身 這個說法有沒有問題 我們大家都知道 東西會運動 事物會變化 但時間作為一個東西 它本身是在這裡流逝 這個其實是一個頗為廢解的概念 這個就是第二個課題 我們第二個會討論 所以其實 希望觀眾都慢慢解決到 我們想討論些甚麼 就是好像一開始 奧古斯廷張先生提到的說法 就是其實我們都感受到時間 我們日常經驗都會經常用到時間 這些概念 昨天、今天、明天、現在幾點 這些都可以用到的 但如果你問到時間是甚麼 你是很難說的 譬如你現在想像 有個兩、三歲的小朋友 問你時間是甚麼 你解釋給他聽 你好像是很難解釋的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哲學問題 我首先 這是我遇過其中一個 我最不知如何回應的哲學問題 其他問題 你問人是否自由 或者有很多其他問題 或者甚麼為之因果關係等等 我基本上可以給出一個 甚麼知識 我可以給出一些答案 雖然可能是錯的 很快發現 但甚麼是時間呢 我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突然停了 我們都說不到怎樣回答 於是今集起碼 希望跟大家討論一下 時間是甚麼 還有有沒有一些 我們慣常覺得他有的性質 其實我們誤解了 時間其實有甚麼性質呢 這樣就是我們慢慢開展這個題目 所以剛才提到兩個 雖然很難說 但我們都想到 關於時間的一些概念和觀念 第一個就是和變化有關 就是究竟時間和事物的變化有關 內在地連結在一起 Samson剛才提到有兩個層面 一個所謂的本體論 就是講時間 本身是否和事物的變化分不開 第二個就是知識論層面 是講認識的 即我們認識時間的時候 好像永遠都是透過認識事物的變化 例如剛才張先生提到的例子 為甚麼你認識到這一刻是今日 昨天你在圖書館做事是昨天 是因為有變化 即是因為我昨天在圖書館 現在我這一刻坐在港台 而事物是隨著那個時間的流變 而是來變化 改變 所以就似乎我們認識時間變化 是透過變化 為甚麼我們知道時間動了 因為那些東西不同了 不過其實這裡很有趣 就是其實我們觀察變化 你說透過變化來觀察時間 這個也值得問 因為我們永遠都知道 有些物理的移動 但我們沒有看到一件事 叫時間在動 所以你說透過變化來理解時間 其實這個問題也值得問下去 因為我們永遠都觀察不到 感覺時間 對於我們是怎樣去形成一些 的概念來去掌握事物 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通常會透過一些 所謂的模型來去形成一些概念 從而去掌握那個事物 不是玩具店買到的 不是玩具店買到的 我開始想說高達 有一種說法就是 我們在經驗時間的時候 往往都是經驗運動 事物的變化和東西的運動 而東西的運動 就是給了一個模型 讓我們去掌握時間 所以我們就會想 時間會不會是一個東西來的 時間的東西來的 它流勢就是這個東西在那裡走 就好像我們現實裡見到 例如一隻兔子從這裡跳到那裡 我們用這個模型來掌握 我們今天其中一個 我想我們可以談的課題就是 這個模型其實是否有問題 但這個還是… 這是第二個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是的 我們先… 這是說時間會流勢的問題 我們先撇除這個問題 我們先去第三節再說 我們這一節 我們想討論的是 時間理解它的時候 是不是要跟其他… 不是時間自己 是說時間以後的 其他東西的變化 是有一個內在的關係 是的 那會不會有些哲學家 是會認為其實時間和運動 或者… 即不是時間自己的運動 時間和事物的運動和變化 是分不開的呢 有的… 其實奧古斯丁已經有這樣的看法 不過呢 如果是更加具體的話 應該是… 一部古希臘的哲學家 即是再做一點 是的 阿里蘇德有一個很特別的理論 如果我們一說出來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很奇怪 他認為時間就是數 即是數目字所表達的東西 即是數目字所表達的東西 時鐘上面那些 是的 所表達的東西 其實他… 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沒有了運動的話 就不會有時間 我們是… 永遠都是透過運動來掌握時間 那我們就去看了 例如有一樣東西 他由這裏走到這裏 一運動就這裏 那時間是什麼呢 時間就是測量 這段的運動所得到的值 即是說時間就是什麼呢 時間就是你去測量 這個運動由開始 到它終結的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那個量 我們用來叫duration 那個量 那個量就是所謂的時間 所以他的看法就是 如果沒有了運動的話 就不會有時間 所以他的時間觀念 如果是從剛才Sepsen所提及的 那個… 傳有論的觀點來看 就是… 時間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東西來的 時間呢 只可以是… 是東西與東西之間的 一種的關係的性質 是… 所以… 這個我猜是跟很多自由家 後來都會再說有關係 就是… 我們認識時間的時候 是不能夠… 不透過那些東西的變化 去認識它 那麼… 可能下一節我們還有機會 可以再討論多些 因為… 其實它不外乎一個計算的單位 去量度一些運動 所以我們是認識一些事物的運動 才能認識到時間 這個是Aris Soto的看法 那這個是我阿里士多德的一個看法 我們下一節 繼續討論阿里士多德的看法 好 回來哲學有計談 我們上一節就討論了第一個 最…可能很普遍的時間觀念 就是… 時間是離不開事物的變化和運動的 那麼… 張先生就提到阿里士多德的說法 就是… 時間幫助於數字 在一些測試運動 所以時間和運動 或者事物的變化就離不開 那或者… 有些難明 嚴肅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其實很多… 後來就… 某意義來說 就繼承了阿里士多德的這個說法 就發展下去 那麼… 其實核心的想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平時的經驗 就是想一下 我們問你什麼時間的時候 很奇怪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問你什麼是太陽 都可以看到太陽的 我問你什麼是一張椅子 都可以叫一張椅子 但是問你什麼時間 你見不到的 我們平時是怎樣經驗時間 我們透過見到其他東西 譬如太陽的變化的移動 或者一張椅子的變化的移動 我們才覺得經驗不到時間 所以… 或者看到一個鐘在動… 是的 甚至是量度時間呢 怎樣量度呢 都要看一些東西的運動 或者鐘擺 對,鐘擺 數字有跳 甚至是太陽日出一個圈 我們當作一日 我們量度時間 都是看一些東西的移動 或者變化 於是其實我們要學習 你想想 如果一個嬰兒子 一出來學習 或者經驗時間 其實最初經驗的是什麼 是經驗到一些東西的變化 來學習時間 我們經驗時間 是離不開經驗一些東西的變化 和移動的 所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從小到大 形成出來的時間的概念 很合理地 就自然離不開那些事物的變化 是透過那些事物的變化 來理解 什麼叫時間流逝 所以用這個說法來講 當然 用剛才Samson的區分 某意義來說是知識論的 就是我們認識時間 是不能夠離開 認識那些事物的變化 來認識它 但是這樣 時間的概念 指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整個概念 本身就是在認識的時候 都已經離不開 事物的運動 或者變化來理解的時候 這個概念所指的那件事 即是時間 就自然照計來說 都應該在存在論外 本體論的層面 是和移動 事物的變化 是一個內在的關係 所以時間 包括那些事物的變化 下面的 可能是一個量度也好 或者一個過程也好 所以 為何他們有內在關係 很多時候 就這樣想 你剛才說 我自己本身也同意 但如果我為爭論 我就會說 其實就好像我剛才上一節這樣說 就是 你剛才的說法就是 我們見不到時間 我們只見到事物的移動 然後我們就 假設背後有所謂的時間 但正如剛才所說 這個跳躍本身是否一個合理的跳躍 就是 到最後我只見到的 就是一些東西在移動 我是完全見不到時間 那為何我要假設一個 背後做一些事情叫做時間的移動呢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跳躍來的 或者需要更多的證明 所以 Samson 你這個質疑 是更加深層次的 因為你不是在質疑 是否要跟事物的變化有內在關係 你在質疑會否不需要假設時間 如果我有沒有理解錯 或者不是不需要 而是你這個假設要給予更多證明 或者是 我就見不到為何一定要這樣假設 我明白的 但你的質疑位不同 你不是假設有何時一定要 假設預設移動或變化 而是正正在質疑 可能會預設時間 假設本身是否合理 因為我猜Samson 因為剛才的大辯論是 究竟時間可否獨立於事物的運動變化而存在 似乎有些人覺得不可以 阿里斯多特或嚴肅剛才提出的論證 但Samson似乎又不是說另一邊 你不是說時間可以獨立於事物的變化而存在 你是直接質疑 我們見來見去 只是看到一些運動 看到太陽動來一區 看到一個鐘在轉來轉去 我從來都見不到時間 好像嚴肅也很承認 Samson 這個其實不是對阿里斯多德的質疑 是直接是阿里斯多德的合場 再基礎一點 質疑時間其實不是一樣 是 或者因為你永遠都是見到事物的運動 你見不到時間 可能這個就有些接近我們 之後第三節會討論的另一個問題 如果回到一開始的辯論 就是究竟時間是否離不開事物的變化 有沒有哲學家覺得 時間是獨立於事物的變化而存在 又不是質疑時間不存在 是時間也存在 但他也獨立於事物的變化 即是反對剛才的嚴肅 或者阿里斯多德的說法 其中一個最出名的哲學家 有一個這樣的立場 就是Sumika 造鞋子 對,造鞋子 很有可能 其實他的組長 真的是造鞋子 正如Smith那些工匠 都是這樣的 就是中文 司馬那些以前是管馬 所以管馬 叫做聖詩馬 對,對,對 對,對,對 不重要 我們請循旗本 回到討論 就是做鞋子 他其中一個很出名的思想實驗 所謂思想實驗 就是舉一些現實中 沒有發生過的情況 但可以顯示到 我們使用概念上面 其實我們的概念是怎樣 他就嘗試提出一個思想實驗 舉一個情況出來 顯示到我們時間的這個概念 其實有些特別的 是的,或者… 我說一下吧 那個實驗有點古怪的 我儘量簡單 有些複雜 有些複雜很簡單 我儘量簡單 就是大家一起想像一個世界 很小的那個世界 但它分了三個區 A區、B區、C區 那裡這三個區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譬如A區這樣 它每兩年 就會經歷一個小時的時間停止 不是時間停止 是運動的停止 是沒有任何事物的變化 甚至它會鎖了B、C區的光 進入A區 令到B、C區看A區的時候 是漆黑一片 不是只鎖了光 入不了的 光也出不了的 因為它沒有什麼變化 好像靜止了 光子也用不了 所以裡面沒有任何東西移動 因為我是文科 所以我說錯 你不要代表索文科 就是說什麼 我代表自己 你不要說這些 你差就差 是我差的 至於A區 每兩年有一個小時 沒有任何事物的變化 所以B、C區看到去 是差一片的 一個小時之後 A區的人就解凍了 即是事物可以正常地變化 它就很Smooth的 無縫銜接 它做本來正在做的事情 但它看出外面 因為已經隔了一個小時 外面的人 即是B、C區 B、C區 就突然間好像明明駛車在那裡 但因為它已經停了一個小時 所以就突然間不見了 或者去了那裡 很遠 所以A區看回B、C區的時候 就覺得很奇怪 但看B、C區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因為是很Smooth的 大家同時解凍的 這個時候 但是世界很奇怪 就是B、C區 原來都會經歷這個運動的停止 B區 例如每三年一次 C區就每五年一次 它就透過互相的觀察 慢慢肯定到 原來自己是會停止時間 A區 因為它看到外面 有時候B、C區突然黑了 而且它看到另一件事 就是它突然間 一個駕車在那裡 突然間去了很遠 它就可以推斷到自己 會經歷這個時間 因為做A區 其實自己不知道 又經驗不到自己的時區停止 因為它很Smooth的 是的 它喝一杯東西 它不知為何停止一個小時 但是它觀察到B、C區 第一就是 為何會在這個小時 有這麼大的變化 同時又會轉 因為B、C區 自己也有時刻 都會黑了 它們黑了的時候 那A區就會想 最好可能 看到它們黑了一個小時 之後它們會無縫轉折 所以它就想 其實為何我們好像很相信 但B、C區突然這樣變 所以很有可能 最合理的解釋就是 其實我們A區 都經歷到B、C區 那一小時的時間停止 是的 我猜不到 可能在港台時間停止 是這個問題 這個 可能你上一句 其實停了一萬年 你都不知道 是的 但它們那個世界就知道 因為可以有對照 其實不是時間停止 是運動 是運動停止 時間沒有停止 時間沒有停止 所以其實在外面的人 就會看到時間是過了一小時 是的 沒錯 但它們就會 好像運動停止 之後很滑滑 然後很滑滑 那它的特點是甚麼 它的特點是在於 A、B、C區 因為A區是兩年一次 B區是三年一次 C區是五年一次 於是其實每30年 就是最少公倍數 因為小學學會最大 是最少公倍數 我常常搞到最少公倍 就是最少公因 讀你科 是的,LCM 因為我英文學的 那就是三十年一次 他們三十年同時停止 三十年同時停止 那些特點是甚麼 就是一起停止的時候 A、B、C區的人 都不會察覺到 自己其實停止了 但他們最有理由 就是相信 因為如果他們觀察了很久 每兩年一次 每兩年一次 B區每三年一次 每三年一次 C區每五年一次 他們很合理 相信不會突然 三十年的時候 停止了 所以一定是 其實他們三十年的時候 是一起停止了一個小時 雖然他們自己也感受不到 或者看不到任何改變 即是他們下一刻 拿一個杯 然後下一刻就馬上 大家都很順 但他們可以透過觀察對方的區 然後做一些運算和推論 就可以知道他們同時停止 那這個思想實驗 如何回到我們一開始的問題 我簡單地解釋一下 就是有兩個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在於 顯示了 如來呢 我們可以說的 我們三個區 雖然完全沒有運動 有一個小時完全沒有變化 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 其實他們停止了 一個小時 有一個小時留小了 但是他們是沒有變化可言的 所以時間過了一個小時 但不一定有任何的運動或變化 所以似乎時間的移動 和這個東西的變化為運動 是沒有一個內在關係的 可以是完全沒有變化的運動 但是是有時間過去的 這是其一 就反對了 之前亞歷斯科德等人的論證 第二就是 你覺得 之前說的 我們認識到時間流勢 似乎一定要透過一些東西的變化 鐘擺等等 才知道過了多久 我們量度鐘擺才知道過了一小時 但原來不一定 在這個案子 如果真的這樣的時候 似乎是沒有任何運動的變化 我們沒有觀察到任何變化 但你都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是過了一小時 即使沒有運動 所以就顯示了 剛才他們的論證是有些問題 就是概念上 其實我們時間的概念 不一定是內在地 和運動是不能分開的 他們可以分開的 我想這個情況就是 這個蘇米克的論證 其實指出了 亞歷斯科德那種的想法 其實是真的有一個跳躍的 那個跳躍 就不是剛才Samson說的那個跳躍 就是因為 亞歷斯科德只是觀察到 我們總是憑著東西的變化 東西的運動來掌握時間 但並不表示 反過來也對 即是 他立即就說 如果沒有了運動的話 就沒有時間了 因為 因為 你明明那個推論 就對 反過來 雖然我們總是透過運動來 去掌握時間也好 都不等於說 沒有了運動就會沒有時間 這個論證就是 可以正面地去 論證其實是 時間是有可能獨立於運動而存在的 不過話說回頭 其實這個論證也有很多可爭議的地方 第一點就是它是用了歸納法 主要是一種歸納法的運用 歸納法的問題 歸納法的問題 歸納法就是看到以前很多不同的經驗 因為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於是我們有理由相信 第30年那一次都一定會是這樣 就是靠歸納以前的經驗 得出一個 現在我們會停了一個小時的結論 所以 如果你用歸納法來推論一些概念上的關聯 其實這個是有一個可以爭議的地方 其中一個的想法就是 因為這個論證 充其量只是證明到 在邏輯上有可能是有時間而是沒有運動 但是沒有證明到 在這個世界上 真是物理上是真的會實現的這件事 因為有可能 物理上 我們是 這個上帝做這個世界出來 就是不能夠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 大家都停了,所有事情都停了 不變化,但時間繼續流行 沒錯 但是我想澄清一下 就是我猜Sumacher的論證 回應這個說法就是 沒有所謂的 他只是想反對 某一些 類似阿里斯科德那種 教育界的說法 就是他們覺得在概念上 概念上 不關 不關現實世界 或物理世界 有沒有這個可能 概念上 是不是一定要透過 理解變化 來理解時間 其實他就說 不是,我們所謂分得開 這個我猜是 跟Samson的說法有少許關係 正如我們 知識上 我們永遠知道女朋友發生氣 都是看她的表情 但有時候她沒有任何變化 不等於她沒有生氣 其實她正在生氣 就是本體論上她正在生氣 所以仍然有機會 是有時間流行 但是沒有變化 我們時間不夠了 張先生 我們下一次回來繼續看 Sumacher的論證 好 歡迎回來第三節 《哲學有計談》 剛才時間不夠 暫斷了張先生想說的 其實我們已經停了一萬年 我們沒人知道 這一刻也停了 如果要為這個期限 加一個時期 希望是一萬年 不夠時間 不夠時間 我就讓張先生繼續說 你本來要說的 其實我想說 Sumacher的論證 最大的貢獻 就是指出了 阿里斯多德這一類的看法 其實真的有一個跳躍 就是它是單單從我們一定要 事實上 我們總是從東西的運動 來掌握時間 這件事 就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時間 一定是不能夠離開運動而存在的 Sumacher就是 在概念上 是指出了 這個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有可能 就是沒有運動 而是有時間 所以就算是 有些人可能挑戰 剛才Sumacher說的 CN實驗 很遠 也不是這個世界 最重要是什麼 其實你也是透過觀察 那兩個區才得出 30年會暴露的概念 那個可能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Sumacher想說的就是 不是 他們事實上 有沒有30年的時候暴露 都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CN實驗 他想指出 其實我們可以合理的 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有機會 那30年之後 我們一起停了一個小時 如果阿里斯多德那些人 講法是講得對的話 照他們連這個問題 都不合理的 因為時間的距離 如果是必然地 跟事物的變化 是有一個內在關係的話 我根本就不明白 問什麼 什麼為止過了一個小時時間 但事情沒有變化 就證明我不會明白 我媽媽有沒有機會 不是女人 你可能不明白 因為如果概念上 內在關係的話 你不能夠明白 什麼叫做時間過了 但事情沒有變 所以顯示了什麼 其實時間的距離 是跟物件的變化 是分開的 起碼我們可以合理 去問這個問題 或者我再改一個例子 例如 剛才經常說事實上 和概念上 事實上可能 朱文是自學有計談 最肥的主持人 事實上是這樣的 但你不會說 朱文這個概念 和自學有計談 最肥的主持人 這兩個概念 是內在地連結的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一個 可能世界 就是我很瘦的 很健碩的 我不是最肥的自學有計談 主持人 這個可能性 這個可能性 這件事是找第二個主持人 你舉個例子 令大家想像不到 或者 ZuMaker的世界 更近一點 我現在想像 大家想像一個 再遠一點的可能世界 就是那個世界中 我很瘦的 我不是最肥的 就討論主持人 這就證明了 其實朱文這個概念 和最肥的主持人 分得開的 雖然事實上 我們是連結 可能就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雖然可能這個世界上 在那裏面 時間和事物的運動 是連結 但是ZuMaker 就展示了一個可能世界 就是證明他們的概念上 是分得開的 這個就是 關於第一個 最普遍的時間觀念 就是時間和事物運動的關係 的一個反省或者討論 或者我們可以轉去 第二個很常見的說法 就是時間會走 乾陰似箭,日月如疏 即是誓者如師父 就像白鞠各鞠一樣 一隻白馬跳過去 就好像時間是會動的 時間好像一隻馬一樣 時間好像一隻箭一樣 是會動的 那關於這個討論 這個講法 智學家會有怎樣討論 這個普遍的觀念 你為什麼要介紹一個 智學家的看法給大家 這個智學家叫做 John McTarget 他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人 他在1905年出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 叫做The Unreality of Time 即是時間的真實 好像是2008年 2008年 2005年是相對論 2008年 我猜了真實多年以來 2008年 2008年 他認為原來我們 是用了兩個不同的概念 來掌握時間 一個概念 就是透過我們的語言裡的時態 來表達那個時間 這個東西 所謂的時態 就是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例子都顯示出來的 例如我說 我今天這個時候 就在智學家談了 但這個事件 曾經是將來的 對於近日的 也是將會是過去的 所以這裏曾經是將來 將會過去的都是時態的運用 那麥特克就認為 我們是用這種模型 來掌握時間 這種模型 就會令我們 就會想像到 時間是一個東西 它叫做X 它懂得動的 為何現在此時此刻 是現在 就是因為時間就是現在這裏 剛好X流到我們這裏 對X流到我們這裏 對X流到這裏 而X會離開 去到明天的時候 明天就變成現在了 明天就變得更加 或者我們日常議員 也可能有類似的說法 即是時至今日 或是時間來到這一刻 即是我們都會這樣說 明天終於到來 好像時間 是向前流的河流 那樣 那些時間就慢慢 那些事物就這樣飛過來 時間就向前走 所以阿姆特希是認為 這一種就是我們其中一種 時間的概念 這種概念其實就是 將那些事件 將它排斥序 這個事件是現在的 那個事件是昨日的 或者是過去的 那個事件是將來的 這個序列 它叫做A序列 A序列構成的概念 就是所謂的A序列概念 OK 但是我們 原來根據阿姆特希 我們有另外一個的概念 掌握時間 那個就是將那些事件 亦都是排序 但就不是用事態來排序 只是很簡單 就是說 例如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之前發生的 那個件事 就是這件事 之後發生的 只需要有這個 之前和之後 就完全可以 是時間上的 可以描述這個世界的 種種的一切 這就是第二個 時間的概念 那個涉及的序列 它叫做B序列 那個涉及的 概念 叫做B序列的概念 如果你是認為 時間是最恰當地 是用這個A序列概念去描述的話 那你就會持受一種 叫做 時間治學裏面的 A理論 如果你覺得 時間是最恰當地 是用這個B序列 概念去描述的話 那你就會掌握到 時間治學裏面的 B理論 或者我再嘗試補充一下 A和B的分別 好像聽起來很像 有點像 最大分別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沿著張先生的解釋來說 就是A序列 A理論 就是這樣看 就是時間像河流一樣 它用一個運動 是一個運動的模型來的 就是時間向前流 那有個X 剛才說 X就不斷向前流 而這事件當然是現在 過去的未來 就是跟這個X比較 他在X之前 就是過去 有人叫X 做Time Spot 就好像在舞台裡 有一個射燈 有一個燈打下去 射到你那裡 這個X是很特別的 很奇怪的 就是時間 沒有這個X 沒有一個特別的點 只不過是 時間是甚麼 就是所有不同的事件 都排在那裡 都排在那裡 沒錯 沒有一個點是特別的 只不過 所以你可以說到 一件事給你 一件事早啊 後啊 但是時間已經放在那裡 整條河都在那裡 雖然不是河 因為它沒有流動 如果用模型來解釋 它不像一個運動的模型 不是一個河流的模型 其實是一個確定的命令 即是所有東西都放在那裡 已經放好序列 這件事就是這件事之前 這件事就是這件事之後 這件事就是這件事之後 是一個不會動的序列 所以有時候會叫做相簿 好像 有時候會叫相簿 A序列的概念 它就是用一個飛沿 就是在一個放映機前面 一邊移動的 一邊移動的 射正那一刻就是 人鬧 還有時間移動 B序列的概念就是 就是一個古老的相簿 根據時序 即是貼上去的 現在想把相簿是電子 是電子 沒有所謂 就是相簿 就是相簿 整個相簿 整個相簿 根據時序去擺 我們都看到事物的一個序列 時間上序列 但這裏沒有涉及到任何東西的流動 沒有一個序列 沒有一盞序列 沒有一盞序列 所以什麼為止現在 現在只會剛好 我在哪個時刻 我在哪個位置說話 另一個比喻是這樣 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如果你相信B理論的話 你覺得時間和空間是很接近的 空間 我們都有Here 也有這裏 但你不會覺得 沒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是很特別的 我們叫這裏 叫Here 不是的 Here只不過剛好你在哪裏 所以 對於這個空間的B理論者來說 就是每一點都一樣 每一點都一樣 沒有特別的 只不過剛好你在哪裏 你叫做Here 那個Here是沒有特別的 於是如果你時間上 都持守一個B理論的話 就是你不會覺得 Now有一刻是很特別的 有個Sportlight打下去的 沒有的 即剛好我們在哪一刻 那一刻就叫Now 但在時序上 存在上面 這一點是不重要的 沒有特別的 即是剛好我們在那裏 但A理論就不同了 A理論就說 不是的 就好像剛才放影飛行 有個Sportlight打下去 某一點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那個是存在上面 很特別的一點 所以現在是一個 有一個在形容上 學來說 就是一個很特殊的位置 或者 意思是 張先生說 B理論會說 這個事件 是這個事件之前發生的 所以就好像是空間 沒錯 這個杯子在這個杯子的左邊 就不是有東西 A理論就說有東西動 它走完這裏就到這裏 這個過去它走到這裏 然後B理論就攤出來 好像世界的事物一樣 這件事在這裏的左邊 這件事發生 比這件事先發生 這件事 這就是AB理論的分別 所以我重要的是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點 叫X 如果A理論就說有 而B理論就沒有 會流動的X 所以現代科學家 例如愛因斯坦 他們都是傾向接受B理論 即是沒有時間的流動 只有時間的流動 因為時間就像空間一樣 其實你可以給它一些座標位置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個座標位置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不需要 假設有任何東西的流動 我們都可以講到 一個事物的變化 情況 我這樣說 原本我們正常來說 有兩個理論 有兩個對時是概念 或是模型 哪一個比較好 最直觀來說似乎A 對日常語言 因為日常語言 例如說過去 去的將來 過去是過了 去和來 都是一些很動力的 metaphor去說 我們會根深替故 所以正常來說 似乎A理論 如果沒有特別 應該似乎 我們應該會用一個模型 但是科學上面 又會覺得 而且某意義來說 有些人會覺得 用B理論 好像解釋不到變化 因為A理論好不容易有變化 時間在流動 那些東西便會移動 但是B理論 好像有問題 於是 如果B理論要對 就要先做第一個工作 就是怎樣解釋到 事物的變化 我先去到張先生那裡 其實B理論也能解釋到 是怎樣的變化 不如解釋一下 我可以畫幅圖 如果B理論的話 我們會把時間 看成空間 我們假設 這是空間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不如我展示出來 然後畫著你看 好嗎 這樣可以 即是用一輛車 這樣 好了 我們現在應該差不多 畫完圖之後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要下一節 繼續討論這幅圖 究竟B理論是否解釋不到 事物的變化 是否真的比A理論差 我們下一節繼續討論 回來最後一節 和有計談 上一節後 張先生畫了一幅 很精美的圖 去說明B理論如何說變化 我先交時間給張先生 好 假設我們這個世界 空間只有一圍 所以我們就用X 來代表這個空間的圍度 時間 我就用這個直立的一個軸 來表達這個時間的圍度 其實這個就是表達了 這輛車的運動情況 所以你要記住 這個不是三輛不同的車 是同一輛車 例如指著這裡 就是一件事件 就是這輛車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事件 這個就是這輛車來到這個位置的 另一個事件 這個就是這輛車來到這個位置的 這個事件 所以我們可以完全表達了 這個車的運動的具體情況 而是不需要有一些東西 在這個板上動來動去 如果用上寶的比例 就是一輛車就是一輛照片 一輛照片 這輛車的圖片就是三輛照片 這個比較早的照片 這個就是遲一點的照片 這個就是遲一點的照片 這個就是再遲一點的照片 就放在這裡 對,就放在這裡 所以就不需要一個時間 作為一個東西在這裡留的 你看到這裡沒有任何時間在流動 時間只不過是一條軸 軸上有不同的數值 於是只要不同的事件 在一個軸上不停在不同位置出現 譬如這輛車 從這裡到這裡到這裡 就代表了運動 代表了這輛車的運動 所以時間本身正在運動 才可以解釋到車的變化 甚至那輛車也是同一輛車 同一輛車 所以好像照片沒有放在裡面 對,都是你的,都是專門 都是我,都是專門 你想想像我們在書頁的遊客角度 畫了很多一幅專門移的圖 你不斷揭得很快的時候 就好像他在移動 但其實每一幅都是他的圖 沒有任何東西在變化 每一幅圖、每一幅圖 連續看的時候 就可以解釋到他怎樣有變化 也有延續的,不是那麼斷裂的 不是斷裂的 只不過是時間本身不動 對,不需要有時間動 不需要把時間看成一樣在移動的 X,好像是射燈 對,不需要這樣 而現代科學其實就是 主要就是用這種方式去表達這個世界巨體情況 所以他覺得 所有描述這個世界巨體情況的自然法則 都是不需要借助一個流動 一個東西流動的時間 這個模型 來代表那個時間的情況 張先生的意思就是 現代的物理學學科 是比較傾向B理論 對 而且除了 剛才張的說法就是 其實現代的物理學 用B的理論 已經可以完全解釋所有東西 其實不需要再數至於A理論 而事實上 現代的物理學還有一些理論 甚至顯示到 A理論對於時間的那個模型 可能是一個錯的模型 為甚麼呢?其中一個就是關於相對論事 因為相對論裏面有一個很特別的結論 是大家 用大家的嘗試是非常違背的 當然我就不打算解釋那個很仔細的 中間怎樣變 我都未必做到 但事實上他的理論是這樣的 就是原來我們平時覺得兩件事 是同時發生的 這件事原來不是那麼絕對的 不是絕對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現在有A這件事 和B這件事 譬如 剛才那輛車這樣走 還有我拿著一隻背 可以那輛車走過去 我拿著一隻背 可以同時發生的 但原來呢 不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是甚麼意思呢? 原來相對於 舉個例子 觀察者在用甚麼移動速度 去看兩件事 如果他移動得夠快 即是真的要夠快 即是你小命都不夠快 一定要快到 譬如舉個例 接近光速 四分三的光速 這樣去移動 去看這兩件事 你會發現 其實原本一樣 是同一時間發生的事 其實未必同一時間發生的 是不是同一時間發生呢? 就要取決於觀察者 觀察的那個framework 而事實上 沒有任何一個觀察者的framework 是在存在上面 或者邏輯上面 是特別優先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個 不同的觀察者的角度 而每一個角度 都有不同的事同時發生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 在另一個角度 又可能不同時間發生 於是就顯示了一件事 就是其實 如果你A theory是對的 一定有一個絕對的X X 這個X就決定為現在 所以好像有一刻 是叫現在的 那刻是存在上 很特別的 就有X留到哪裡 那個位置就是現在 但原來不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你相對論是對的 就似乎顯示了 沒有一個這樣的X 有一個絕對現在 沒有的 沒有一個絕對現在 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A theory 反而不是一個可取理論 B theory 沒有一個這樣的特別的X 才是我們應該用的 那個時間的概念 基本上我覺得 就是因為 根據相對論 就沒有一個 絕對的同時性 因為沒有一個 絕對同時性 就沒有一個絕對的現在 因此 就不會存在 有一個A theory 所說的一個X 來決定一個現在 那會不會B theory 好像大鑊傳聖一樣 即是 有沒有什麼批評 Samson 會滿意的 有 Way out 不用說 Samson 永遠是Way out 大家假設了 因為我是角色設定 OK 其實B theory 基本的想法 其實沒有所謂的時間流動 但是我們如果 我們從一個比較主觀的角度來看 就會是我們 每一個人都發現 我們自己的感覺到 內作的感覺 譬如有所謂的生理時鐘 感覺到時間真的在流逝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 單紙會流逝 還會變化 即是速率會變化 譬如你開心的時候 譬如你拍攝之後 有話題的時候 那些時間會覺得快些 譬如你痛苦的時候 你寫文的時候 你覺得時間流得特別慢 到逆遇年 是啊 我寫文的時候覺得 這麼快就過了 我才能寫到500字 你寫得完遇年文嗎 寫了 我不要說這些 我不要說這些 你輸近 所以我的問題是這樣 而且這種現象 即是主觀地覺得時間流逝 這種現象 不是個別文化的現象 而是很多不同類型的文化的人 都會出現的現象 其實在一種這麼宇宙的現象 我們就會問 B theory 如果覺得時間是不會流動的話 他如何解釋這種內在 這麼直接 也這麼宇宙的 主觀時間流逝的感覺 其實有一個理論很著名的 就叫做 Thank God It's Over 這個就是拿來攻擊B理論 其實那個論證就是這樣的 假如我現在 在一個很持續的痛楚裡面 例如我痛了十個小時 忽然之間 我痛楚 寫了十年 不要說這些很邪 我真的沒有寫完 忽然間 我寫完文了 我痛楚就沒有了 一般人就會說 Thank God It's Over 感謝神 終於過去了 過去了 但是 如果你是B理論的話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是有意思的 因為 根據B理論 每一個時刻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為什麼 我現在 即是每張照片都放出來 痛楚沒有了 為什麼我會覺得 Thank God It's Over 整件事都不合理 如果A理論就合理很多 因為那個X剛過了 即是過了 即是過了 會痛的那些時刻 所以我現在就不痛了 那一盞燈射在那邊 射到這一刻就不痛 那就好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 很放鬆的感覺 但是B理論就解釋不了這件事 所以這個其實是 幫了Samson的說法 就是始終是 A理論是更加很說明 那個 視隱流射著的感覺 或者我補充一點 最後就是 B理論可以怎樣回應 而B理論一般的說法就是這樣的 可能這個是一個錯覺 其實我們可能有很多 身理需要也好 進化的需要也好 於是我們有需要 有個內在的時間意識 所以我們會覺得 可能身理時鐘 那些時間會怎樣過 你感受時間 你實在會這樣感受 但未必時間真的是這樣 於是有機會 其實時間沒有留 不過你用這個概念 就是進化出來的 可能是 於是是錯的 不過你一直在用 這樣 不過這個回應就是 要有一些很堅實的 科學上的證據 才可以 如果不是你只是 去掃諸於錯覺的話 那就是輸打人要 對 不過其實如果你這樣說 令我想起 其實嚴肅的立場 就可以歸結 可以看看 麥塔吉最後自己怎樣說 因為麥塔吉的編文叫做 The Unmediate of Time 所以其實他解釋 就是我們一般人 用A或B theory來理解時間 這個是唯一的兩個模特兒 然後他說 A和B各自都有問題 所以他的結論就是 所以時間其實是不存在的 因為A和B都有問題 所以我猜 所以麥塔吉就不是攻擊A 不是說A是垃圾 或B是垃圾 而是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是的 那麼結論就是 時間就是 錯覺來的 不真實的 所以其實有三個立場 A理論可能是對的 或者B理論 又或者我麥塔吉的說法 就是沒有一個理論是對的 不是真實的時間 或者我們也討論了很久 AB theory 或者麥塔吉的論證 其實我們整集都討論了兩個 大的時間觀念 第一個就是 時間和事物的變化運動 是不是一個內在的連結 就想到一些很瘋的想像 即Sumaker的世界 剛剛也討論一些很瘋的事情 就是原來時間是假的 時間究竟是否會流逝 這個我們主觀覺得是真的 原來有可能都是假的 甚至時間整個觀念要取消 好像密塔吉一樣 是unview的 討論了這麼久這些哲學問題 或者觀眾最後都有一個 擺放在整集很久的疑問 就是時間這個本質 或者時間是甚麼 或者時間的觀念應該是怎樣 關於你們的哲學家有甚麼事 即不是一個真的很好科學 或者科學家或者物理學家做的嗎 譬如嚴叔也提到 物理學是會影響我們怎樣 理解時間觀念 那哲學和科學在這個位置 討論時間是有甚麼分別呢 最後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問題 我的很簡單回應就是 有很多相關的題目 似乎是有不同的研究的學科 都一起做的 其實不止時間 譬如心靈 甚至是自然世界 都有很多不同的學科都一起研究 包括了哲學 那哲學有些工作 是科學做不到的 但反之仍然 有些是科學的工作 哲學做的其中一個好處的工作 就是關於我們概念的釐清 有些很簡單 我問一個問題 我們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 時間的概念 和東西的變化 有沒有一個概念上的關係 科學家似乎不是做的工作 因為你的觀察時間是甚麼 你觀察 你觀察不到 這個不是可以讓你觀察的東西 而這個是做一些概念的釐清 或者是論證後才討論 所以釐清到其實概念上 時間這件事應該要怎樣辦 當然有一些是需要觀察 才可以得到 關於時間的認識 就不是哲學家做到 那些需要觀察、實驗、再做理論 這就是科學做的事 而這兩者的工作是分開的 在某意義來說可以不同 但某些意思上來說 又會結合的 譬如科學找到時間的某些看法之後 如果是對的話 有機會會影響到 控制了、限制了 我們應該形成一個甚麼的時間概念 因爲剛才相對論等等的結論 自然會影響到 我們應該形成一個甚麼的時間概念 但是有一些工作 就不是觀察到的話 那些似乎在哲學做的 還有一個工作的空間 就是我們哲學 特別是有這個空間去做 張先生會不會 所以科學和哲學 其實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因爲科學家 他會去探究 事物的變化規則 一些物理性的東西 但是哲學家 最重要的是那個概念的分析 而概念分析我們是要自己做 例如邏輯推理 尼清等等的工具 甚至剛剛的思想實驗 思想實驗 去幻想有某一個可能的情況 那兩個東西是分得開的 那這些似乎不是科學會做的 不會是 雖然很多科學家不覺得需要我們 但是至少希望你明白 不要看下我們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工作的空間 其實我們可以跟科學家 是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踩過界的 這一集 都是互相合作 理解的時間是本質感 看看真的很好科學 又看看哲學又計談 都會令到大家對時間 有一個更深刻的競爭 所以廣台電視三手 就做得非常之一 就是各種學科的合作 事日無多 Fans got it over 我們這一集完結了 終於完成了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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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Ju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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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